换持续来关注是台海紧张情势 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纽约时报在礼拜六网络的头版已开火 美国跟中国大陆因为台湾进入危险领域 作为标题来报道 文中有大规模的共军扰台 虽然不是战争的前奏 不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统一的态度 以及中国大陆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优势 都让维护台海和平变得更加严峻跟复杂 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美国确实的会有回应 有待讨论 那么台湾也已经成为两大国不合的对抗核心 好 另外来看到 有人称帅哥总理的奥地利总理库尔茨 卷入涉嫌用公费收买媒体 以及民调报道的丑闻宣布辞职下台 库尔茨虽然否认有不当行为 但是强调为了要避免政府垮台 再加上目前仍然处于抗议之际 让国家陷入混乱是不负责任之举 所以也辞去了总理一职 今年他才35岁 在2017年就首度就院总理 是奥地利史上最最年轻的总理 而遭指控在2016年到2018年间 用奥地利财政部的资金建筑 为特定的政党操作民调 并且付钱给一家媒体公司 公布这项民调消息 继续来关心全球现场是美军8月底撤离阿富汗之后 终于在9号首度跟塔利班面对面进行会谈 地点选在卡达多哈 到底谈了些什么 再把时间内容交给若宜 好来看到这个画面呢 这个塔利班呢 9号是在卡达与美方的代表来会面了 那么这也是塔利班掌权之后呢 双方首度在正式的现场来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塔利班的外交部长是穆塔齐会后呢 他对媒体表示 他们是明确的告诫美方 勤务试图削弱塔利班政府 要维持良好关系 对大家都有意 也呼吁各界呢耐心的等待阿富汗 摆脱这个过渡期的混乱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 美国的国务院副特别代表威斯特 还有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资深人道官员查尔斯 两个人率团前往了卡达的首都多哈 来和塔利班政府进行为期两天的这个会谈 第一天的会谈结束之后呢 美方是没有立刻发表评论的 不过这个外交部长 阿富汗这个塔利班的外交部长穆塔齐呢 则是对这个阿富汗国营的通讯社表示 明确的告诫了美方不要试图影响阿富汗当局 穆塔齐说他们已经是明确告诉美国政府说 企图颠覆阿富汗的政权呢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不应该采取任何削弱阿富汗现有政府的行动 这可能会导致平民碰上麻烦 那么穆塔齐也表示说呢 美国将会提供人道合作和塔利班来合作推动疫苗的接种 他也表示呢在这场会谈当中也获得了保证 各国呢都会和阿富汗维持良好的关系保持耐心 让阿富汗呢能够全力的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另外呢阿富汗这个星期以来是遭到这个 ISIS-K三度发动自杀炸弹攻击 不过在和美方会谈的前夕呢 塔利班是已经向媒体来表示 他们并不会和美国合作来打击ISIS 他们强调说他们自己可以独立来面对ISIS 那么除了这个ISIS-K之外呢 阿富汗目前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经济的问题还有粮食供应的问题 塔利班掌权之后呢 国际援助中断呢物价飙涨 还有失业率呢也增加 木塔吉就表示呢 他们现在也争取和其他的国家来进行会谈 声称阿富汗现在的政府呢 致力于和其他国家达成良好的关系 为人民提供民生服务 而至于美国方面呢 美国的国务院有一名官员就指出 这次会谈的主要目的 是要确保美国公民 还有其他想要离开阿富汗的人 都可以安全的通关 并且确保这个塔利班政府呢 不会允许恐怖分子 在阿富汗的境内猖獗 官员也强调说呢 和塔利班来会谈 目的不是要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 任何的合法性呢 必须靠他们自己的行动来争取 暗示说呢 塔利班必须要在人道啦 还有女权方面应该要有些作为 好另外一个话题 今天来看到这一位呢 这个奥地利的总理库尔兹呢 是卷入了涉嫌利用公费来收买媒体民调报导的丑闻 即将呢面临国会不信任投票 连这个盟友绿党呢都表他要倒戈了 库尔兹呢虽然否认是有不当行为 不过呢他仍然在9号宣布请辞避免政府垮台 他强调呢 目前呢国家仍然处于这个对抗疫情的时刻 让国家陷入混乱呢 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 他发出声明强调了 这个国家需要稳定 希望可以避免混乱 所以呢他辞去了总理一职 提名呢是由他同党的外交部长查伦伯来接任 库尔兹说呢 他会继续担任这个奥地利人民党的党主席 以党团领袖的身份 在国会保有一席之地 他年纪很轻 今年只有35岁 在2017年的时候就首度就任了总理 是这个奥地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不过2019年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盟友自由党的贪腐丑闻 遭到不信任投票而解职了 不过同年的9月呢 这个奥地利又进行了大选 库尔兹的人民党呢 获得了更多席次 所以之后呢就和绿党联合组阁 这个库尔兹呢又再度在隔年 也就是2020年再度就任了总理 奥地利检方呢最近是指控库尔兹 在这个2016到2018年间呢 涉嫌用公费收买媒体民调 消息一出呢日前在这个库尔兹所属的这个人民党总部外头 就聚集了大批的抗疫民就要他下台 副总理兼这个绿党的党主席西克格勒呢也要求这个人民党要另外 推出新的总理哦认为这库尔兹不再逝任了 不过库尔兹本人呢则是宣布辞职的时候 他是再次的强调 针对他的这些指控内容呢都不是真的 另外镜头要转到捷克 因为捷克国会大选呢结果刚刚出炉了 人民民主党等三党组成的一个这个中间偏右的反对联盟叫做一起哦 惊险打败了现任总理巴比斯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 而且他们誓言呢将会和盟友筹组一个新的政府 他们会联合起来呢将会在国会掌握超过一半的席次 捷克电视台呢就计算显示哦 这个一起这一个中间偏右的反对联盟呢 会和另一个反对集团自由派海盗和市长联盟 渴望呢在这个200席国会众议院呢合计赢得过半的席次也就是108席 这样呢可以让这两个集团有机会取代这个现任的总理巴比斯 以及他的两个结盟政党 那么这两个政党呢将会在8号9号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呢 得票率皆未达5%的门槛 无法按照这个政党得票的比率呢分配席次 那么这个67岁巴比斯呢在选战期间是饱受批评 包括他对抗疫情不当啦 让国家负债快速攀升 还有图立自己经营的事业等等 不过巴比斯呢则是否认这些所有的指控 好另外来看到另外一个焦点和台湾有关系的 美国纽约时报呢9号是以美中台关系为题 直指现在台湾是已经成为了加深美国和大陆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和还有对抗的核心关键 可能会引发军事冲突并且重塑区域秩序 在这篇报导当中呢就指出 大陆军机呢近来加强扰台到史上最大的规模了 也让台湾战机呢仓皇升空应对 引发美国警告大陆其挑衅性的军事活动 已经破坏了区域和平与稳定 虽然大陆军机加强扰台的目的呢 在于施加政治压力并非战争前奏 但是大陆在金融啦政治还有军事上的优势 已经让维护台湾安全日益复杂 那么随着这个对抗加剧喔台海周边的平衡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也让台海将局呢推向一个危险的新阶段 那么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昨天是表示喔台湾独立 是对民主复兴的潜在严重隐患 大陆希望和平统一 但是任何人呢都不应该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还有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还有强大能力 有专家就直言这个台湾议题呢 现在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中心戏码 美国前亚太助亲罗素就形容 美中关系呢宛如几乎没什么绝缘层的电线 不难想象呢会因为电线交错而起火 纽约时报的报导还指出呢 随着大陆军事实力高涨 解放军侵台首度成为可能 甚至具有相当吸引力 美国虽然想要阻止喔 但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在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 逐渐被侵蚀 台湾人民呢对统一的反抗力度越来越大 但是军事准备度呢却已经枯竭 美中台三方呢都试图表现避免战争的决心 但结果呢却是引发一连串的反制行动 加剧不信任并且增加误判的风险 纽10的报导当中也指出呢 部分的解放军高层认为 如果这个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不再有出兵的意愿 另外有部分认为呢 在这个适当条件之下 解放军可能会取得胜利 而这种姿态呢 也再度提高美中之间的紧张层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